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今晚我們討論的問題 都是關於港深港高速鐵路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如果記得我們在早幾個月之前 都曾經討論過蔡元村居民 當時為何要反對高鐵建築那一段 因為在建築的路程中 是會需要一個所謂緊急救援站 剛剛地點是選擇在蔡元村居民居住的地方 當然會涉及居民要遷徵 還有它現有的農地 蔡元的農地也會被拆走 所以當時已經有很多人反對 但是我們今晚要講一講 其實不只是蔡元村居民所關注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整個港深港高速鐵路的價值 即對香港的價值 相信香港人可能都會聽聞 這個鐵路主要是香港的十大基建裡的一個主要工程 在現時的所謂經濟低微的狀態之下 我們都很多人寄望在這個十大基建裡 會幫香港 即是會將香港的經濟問題 帶出谷底的 但其實背後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我們都希望有機會進一步深入了解一下 再讓我們重心再想一想 即香港現時的經濟問題 或者香港人的實際需要 這個港深港高鐵 是否真的可以幫得到呢 很高興我們今晚請到兩位三位嘉賓 其中一位是袁易天先生 他其實過去是一位傳媒工作者 他現時過著一個農夫的生活 但他自己也是香港永續農業關注協會的總幹事 另外一位是一葉先生 他自己也是一位從事教育的資深老師 那他現時是香師自然學校校長 也是高興二十六公里的環境評估的發起人 那還有就Ballard 相信大家都聽過Ballard 在我們這個節目 都好幾次幫我們討論香港多方面的問題 首先大家知道政府 其實已經有一些刊物 有一些不同的刊物 是推揚港深港高鐵錄的 即香港那段的 當然它的好處裡面 講到好幾方面的好處 第一方面就會縮短地方之間的交通時間 無論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方面 現在香港和諸三角地區 去到內陸其他主要的地方 是需要更加聯繫的聯繫的 他認為在高鐵落城之後 廣州到香港的行車時間 會由一百分鐘縮短到一半下至四十八分鐘 也會提升香港可持續的發展力 亦都方便是旅客是不需要 就是在登機的手續方面 登車的手續方面 是可以減少很快做得到 當然時公司工期間 會大量製造大概是五千五百的職位 在營餵期間 預計可以創造一萬個職位 大家可以看到政府很明顯 是很大大推揚 這個十大工程裏面的其中一項 但其實背後的真相是怎樣 我也希望我們有機會了解多一些 因為其實這個工程背後 就是需要很多很多錢的 那多少錢呢 我們先請我們兩位嘉賓 跟大家分析一下 整件事背後有些什麼問題在 好 TV先吧 是 其實你覺得我們要深入了解的 以及背後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 政府會用一個方便快捷的理由 去吸引我們支持 去興建這裏所謂的高速跌路 而那個工程費 根據政府現在最新的公佈 大概是去到六百三十幾億 但其實這個六百幾億是一個建造費 即是一個工程費 但還未計算 如果要建這條高速跌路 我們整個社會的支出 即是包括 如果影響了一些居民 你要賠償 搬地 或者是如果對環境有破壞的時候 你又要怎樣去補償 諸如此類 另外就是 如果這條鐵路建的時候 或者建好了 會令到新界某些的 例如農業會受到影響 破壞甚至消失的時候 這一類的所謂隱性的開支 其實是完全沒有計算下去的 所以我們需要全面去看 其實他說 製造五千多個就業機會 在五十年的專營 即給港鐵的專營權裏面 他們可以得到大概八百多億的經濟回報 這些數字裏面 是否值得我們投資下去呢 好了 我們在講 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在講投資多少錢 政府有沒有說過 有沒有這些數據說出來 除一除 差不多有九千多元 即每一個香港人 但不計剛才TV所講 即是講總工程費 我們要拿這些經濟利益 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要花費九千多元 三十萬元 這樣 香港人知不知 政府有沒有很強調這個 真正的 其實很清楚看到一件事 即使我們做出環境教育的朋友 對這件事的了解 都是去到很遲才反應 是差不多由我們民間的一些學者 提出一些警告 就說這個工程是很危險的 很大代價 剛才所講的 是隱性的公害來的 而這些通通在那些宣傳資料 是不會顯示出來的 一面都是唱好這件工程 對我們香港是救星來的 所以最近我們這三四個月 才有很多人提起這件事 發覺原來已經去到 諮詢期的最後階段 甚至乎很多人已經在做 他們的勘探工程 我們去實地考察過 原來在很多的村 在香港的交易裡 已經在做的 該叫探討 在山上 用一個很先進的儀器 就探 一些地底 一百米以下的泥土和石層 來拿樣本 亦都去到 剛才說蔡元村那裡 試過有 未經過很多情況 去民居掘地 拿土樣樣本 我們發覺其實有很多事在做 原來我們是猛然不知 這個才使我們覺得 是一個恐怖 或者是不恰當的地方 就是我們集體 是支出 和可能甚至乎是 透支我們未來 原來我們是不知情的 所以我們一班朋友 包括有不同界別 有是做農業的朋友 有做教育 有做社福界 也都有做藝術工作 或者其他不同的工作 都覺得這件事 需要拿出來 在公共議題裡 提起大家的興趣 去了解多些 甚至乎 可不可以在這件事上 喊停一下 沒有那麼急激 沒有那麼闖絕 給多些人了解整件事 才做一個決定 因為整件事 剛才所說 所知的東西很少 所知的人也很少 能夠公開出來的資料 甚至乎在立法會裡 都不多 很多立法會的語言 都可能不知道背後的真正的代價 有些人以為 這是屬於國家級的工程 是非起不可的 有所謂阿爺說 就要做那些說法 但事實上也不是 我們可以有香港的意志 所以我們很希望這件事 無論在大氣電波 或者不同的媒介 可以多些人認知 因為它不是單獨一件事 它是代表整個香港的未來發展觀 我們經常很想提出 我們香港要怎樣走下去 才是更好的香港 即使你說 中國方面 有些人說 這個可能有政治的壓力在 其實我相信 中國也希望香港好 它都不想做一些事 結果又是 原來整理香港又有更多問題 所以任何我們要看穿的問題 講得出來 其實我們都不需要太擔心 政治方面的影響 因為始終最終最終 大家希望搞好香港 搞好中國 好了 那那個 成六百三十幾億 那這個只不過是 因為我們要蓋這個高鐵 即是 應用的費用是這麼多 但它認為它那個 將來的經濟的回報 都成八百幾億 其實它是 其實我們表面看到 只不過香港的人 去珠江三角洲 可以快些 他說可以快一半時間 由一百分鐘 變成四十幾分鐘 那除此之外 去得快之外 怎麼會又走出 八百幾億的經濟效益 這個 它怎麼計呢 即是經濟效益 是不是 不蓋這條路 其他經濟效益 是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補償這個呢 即是 會不會 因為蓋了這條鐵路之後 我們經濟 某方面的經濟損失 其實你可能會更多 或者抵消了這個 所謂的效益 有沒有人在這方面看過 我做少少的補充資料 第一 就是 我們說 其實政府是給港鐵 有一個五十年的經營權 五十年的經營權 五十年的經營權 他們就 若莫估計 在這五十年內 他們最 最後 就會得到 大概八百五十億的 經濟回報 OK 但是呢 在 上幾個星期的一個 公眾諮詢會那裏 那裏 是港鐵和政府一起舉辦的 那我就有去到一個諮詢會那裏 在元朗那裏 那裏 然後呢 與會有些觀眾就問 那究竟 一張票要多少錢啊 我們一程的票價是多少 那 那那個官員呢 居然說 現在目前呢 我們是沒有資料 去詳細可以計到那個票價的 那你說是不是很奇怪 那你至少知道建築費多少 時間多少 路程多少 對 即是說呢 他公佈的八百幾的經濟回報 這五十年的經濟回報 其實都是 不知道怎麼計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你連票價都不知道 你有什麼可能會計到 他的經濟回報 因為你的鐵路是靠 乘客來支撐的嘛 是吧 那這個是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回復 第一 第二 其實這些數字呢 到今時今日呢 是在立法會的諮詢文件裡面 即是去年 已經是拿了出來的了 而政府也都沒有一個特別新的 這些數據呢 是出得到的 那所以其實由立法會當初 那些議員去審議 或者看這些諮詢文件的時候 他們是怎樣相信 這個高鐵系有經濟效益 是對香港的未來所謂的經濟發展 是很重要的呢 其實真是一個大文號來的 我們簡單去看看 香港人呢 每人用六千到九千來幫他 這個工程 接著呢 就授權呢 給鐵路呢 五十年的 即是 所謂 經營權 經營權 給了他 接著呢 他從中呢 可以賺回八百幾億 那就是說 香港人的錢 就這樣 由我們就丟到他的口袋 那 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比較重大的質疑 就是 他的預算 未來的載客量 那個流量 是每天 達到九千九百 九萬九千多 就是差不多十萬人 一天的 他曾經有過這個數字的評估 就是未來 他能夠成功成功 應該是製造出來的數據 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看呢 計算這些數字的 歷史因素 包括了我們看最近 這幾年的兩條新鐵路 包括了 諾馬州之前 和西鐵的載客量 其實看到是很稀疏的 嗯 他做個不用做的統計 實地看 踏車的人 繁忙時間 發覺都是 可以在裡面 跑啊 睡啊 坐啊 都完全沒有問題 就看到就是現在的載客量的評估 是遠遠低於之前的 樂觀的想像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又怎樣可以想像到 剛才說的 港鐵未來 這個高鐵可以有這樣理想的載客量呢 尤其是 根據南華早報 在七月底那份的 最新資料的揭示 就說 原來呢 是我們回廣州的那條線路 所經過廣州站的那個站 不是大家認為的廣州市中心 而是番茹的叫石壁站 這個站 距離廣州市中心 達到四十分鐘的車程 即是要轉車的 不單止浪費了時間 還要給多些錢 其實對於很多乘客來說 是不便利的 而那個早報的記者也訪問過當地 即就算在當地上班人 都未必乘搭這條路來香港 而問過很多香港的 所謂有機會搭這條路線的客人 都說 如果是花太多時間和錢的 他一定不會選擇這個 我們搭過在廣深 車的朋友就知道 如果走巴士都是一個多小時 如果是搭這個和諧號的火車 一小時零 十分鐘不用 其實現在都有很多 是非常便利 而且便利的一些取代方案 所以對於香港 真是去廣州 增加那個珠三角的所謂緊緊的關係 這個評估其實非常之有問題 其實可能有誤導的成分很強烈 因為那個南華早報報紙 已經有一個地圖顯示出來 距離鐵路去到石壁那個站 石壁經過廣州 還要45分鐘的車程 所以根本他在宣傳的資料 就說可以縮短由100分鐘 縮短到45分鐘 其實這是一種錯的資料 他就給我們錯的資料 根本那條鐵路都不去廣州市中心 他就用這樣的比喻 這篇不知哪間公司幫他寫 哪間PR公司幫他寫 還是政府裏面的內部 那些人自己做出來 那就是說 根本就不可以省得到時間 因為帶你去的地方 去到廣州的石壁 石壁就不是廣州的市中心 即不止香港 香港去到西九角 這個真是香港市中心 中心都沒有再中心了 他現在去到潘如的地方 雖然我沒有去過這些地方 潘如,據我所知不是廣州 是不是廣州部分 是邊緣 邊緣 其實很多問題 香港人應該要了解多些 香港的立法會 在他們未曾批准這個經費 要建立這條路 其實他都真的需要 作為一個立法會的議員 都應該為香港人謹慎看看這件事 由經濟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 正所謂六百多億 香港人出的錢 結果就被地鐵賺了 當然香港人可以有股份 一部分有錢的人 可以買股票 可以賺得回 但不是一般香港人 不是所有香港人 都有機會在這裏 可以獲得任何利益 將鐵鐵路走快點 好了 其實又不是加速了 又不是速度加速了 你說不用簽證那方面 減變了 這不是一定要高鐵 才可以做這件事 現在握手指 手指毛已經快了很多 所以這個好處又沒有了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環境的評估那方面 我所了解的 早期就是打算在地面去 地面去這麼高速度 當然很明顯是有很多問題 他們退而其次 就說去地底去 在一般人的想法 地底好像在下面 好像不影響任何東西 其實真正是否這麼簡單 其實在整個鐵路工程裏面 大部分的走線都會在地下 但不等於它對地面沒有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你還有救援站 有車廠 有通風流 你要由地下的隧道 連接上地面 在這些工程裏面 第一 你都會影響到地面的生態環境 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就是當這條鐵路 站在地下的時候 又有這麼高速的時候 挖路的時候 諸如此類的問題 都會影響到下面 那個 例如地層 水紋系統 會有 測試的改變 都不一定 而這些改變 又對我們整個的生態環境 影響有多大呢 因為這條隧道 是會穿過我們的米保濕地 接去黃岡 深圳的黃岡 好了 而在這些地層裏面 亦都是很敏感 因為如果你有滲漏的話 海水可能會滲進淡水的水紋系統裏面 又例如如果我們的地層裏面 有一些是 所謂石灰岩的岩層 它又是很脆弱的 很容易改變的 其實我們 在一個環瓶裏面 現在 港鐵給出來的環瓶裏面 在這些方面 它都沒有很實質的研究在裡面 是不是因為根本沒有辦法預測得到呢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做得到呢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成了這麼大的環保署 就是一個評估署 它都沒有做到出來 我們看可能會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陰謀論 第二個就是 實際上 它是不是忽略了這個部分呢 也可能有這麼可能 根據我們一個民間學者的文思慧 就是它寫的一個 反對這份高鐵的環瓶報告 那它就 說其實呢 整個環瓶裏面 都沒有提及到 怎樣去 評估 這個地鐵 這條高速的鐵路 對整個水民系統的影響 那我們懷疑就是 第一 政府要很快急速上馬呢 它根本是不會有時間 亦不會有心地這樣做 那這個 這個評估 你說有一位 環保的專家 做了這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其實在哪裡可以看到呢 如果那些人想真的深入了解 那位學者是哪位呢 他叫文思慧 他叫文思慧 文思慧 是的 那 我們現在 手頭上有一個比較 好些的 版本呢 其實就是 他其實在網上已經把他的反對意見 寫得很清楚 寫得很清楚 網頁 我們有沒有這個資料 譬如說 因為始終我們的時間 我們很難 或者重心 來講一講 其實那個網頁是叫什麼名字呢 Oxra-2009.blogspot.com 我們在我們的網頁 我們會寫得在這裏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不是一個普通人這樣 口口口 是經過一個很深切的 專業的評估 做出這個 或者我們都可不可以 就這個評估方面 看出他們 他講到哪些問題在哪裏呢 簡單來說 我抽回文思慧 在他那個反對意見裏面的幾點出來 可以看回 第一就是 其實這個環評報告本身 他在評估受影響的 可能鳥仔 或者其他的生物 他們那個使用的方法 只不過是在這裏計數 就是數一下 在受工程影響的區域裏面 有哪些生物 他們的數量有幾多 那其實這種 就是數人頭的方法 是 連這個生態學的基本的 概念都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一個物種的存在 它不會單獨存在 它還要跟整個生態環境 產生一個關係 而如果你只是數 譬如 數蝴蝶有幾多隻 這樣 其實蝴蝶有幾多隻 那個數量 如果數到一萬隻 你會覺得它很多 就像蝴蝶有幾多隻 如果蝴蝶有幾多隻 如果蝴蝶有幾多隻 蝴蝶有幾多隻 這個就是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其實這個環境已經是做不到的了 另外就是 你如果只是數一下蝴蝶 數一下蝴蝶 數一下蝶 其實這些只不過是我們現在 時下社會裡面比較關注 也是比較知道的一些生物 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蝴蟲和生物 它可能是跟蝴蝶 蝴蝶和蝶 本身的存在 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所以你只數了有幾隻蝶 我們比較關心的蝶蝶 諸如此類 那你是完全反映不到整個生態系統 是些什麼 如果你在那裡建了一條隧道 建了一個車廠 可能是破壞了不是那隻蝶 而是破壞了那個蝶 存在的一個生態環境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最後一隻蝶也要走 或者會死了 或者蝴蝶已經沒有生存的環境 而在這份環瓶報告裡面 就沒有去做到這方面的所謂評估 那就是說 在環瓶方面 其實已經有很多流動 好了 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我們再詳細一點 在這方面再探討一下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很詳盡的環境評估的報告 那就是說 現時香港的環保署署長 對現在的環境評估這方面 是不應該接受的 因為始終香港是任何這些 這樣的大型的工程 那香港政府都很小心 他都會看一下環境方面的影響 有一個專門的部門 會做這方面的環境評估 那文思維看出 其實呢 現時那個環境評估的報告裡面 其實很多漏洞 其實很多不足之處 還有很多最基本的環保的思維 其實都好像都缺乏了 那所以呢 他建議我們不應該接受這樣的評估 好了 那麼 那麼 剛才TV都簡單的講講 他為什麼那個評估的問題在哪裏 那麼我們剛才都提及 香港政府就有一些單張 就是 幫助香港市民 是了解 以及接受一下 我們這個工程 那麼他講很多效益 那麼其中他講一個效益 我們看回頭 我剛才大家一起看回頭 都不是很明白的 他就說 他就說 在施工期間 就可以製造大概5500個職位 但在營運期間 預計可以創造大概1萬個職位 即我們都覺得這個工程是非同凡響 即是很大的 我們香港人每人差不多9000元下去 香港700多萬人 每人要扔9000元下去 364億的建築費 那你說請5500個人做事 這樣可以理解 但是接著 在營運的時間 那段是需要1萬個人 我們以為這個鐵路 是一個地底 地底 扶一聲地上站之後 就扶一聲地 二十多公里 一去就去到深圳 或者去到那個 潘茹那裏 那其實過程裏面 其實有什麼需要 那麼多人 要1萬個人去做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他在說什麼呢 為什麼很需要1萬人 他符合一個推廣宣傳的書仔 要有誇大效果 未必符合事實 我們都很希望有機會可以 在諮詢會裏面再問清楚 即是港鐵的高級工程師 他們怎樣解要掃出來 正如剛才我們都對 他裏面說的那些行車時間 是不是去到公市中心 是不是達到之前的預期 那個經濟效益的 所謂徹賞呢 都是誠意的 在這麼多疑點下 我們更加要敲聞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是不是需要這條高鐵 包括我們經常說 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是的 剛才說 環境那裏大大疑問 是 不單止民間學者文思維 其實就算我本人 我們在剛剛7月26至28日 我們搞了一次高興26公里 就是走這條走線的模擬路線 我們就沒有法子轉地落 我們就沿著那條紅線 即是他模擬那條線 的綠地走 有些地方我們走過田野 有些地方走過鄉村 也走過山上 我們就虎覽了整個地貌 整個鄉村形勢 也都親切地訪問過當地的人 了解過現在我們香港所謂 我們鄉郊發展是怎樣 我看到的事實就是 第一 鄉村在我們人民地理的認識就知道 是一個我們城市的福地 是令到我們城市能夠得以持續發展 是一個很重要的背靠 以前長期以來 我們新界的西部 是我們魚米之鄉 不是很久做到五十年前 提供超過五成以上的米糧 我們的魚龍葉的糧食 就是來自新界西 和其他新界的地方 雖然現在大幅度減少 但仍然有不少的村民 是過著一些自家自給自足的生活 是可以說解決了一些香港的問題 就是一些人口生存的問題 我們覺得香港的鄉郊 是需要我們多些用心去思考 怎樣發展是合理一些 合情一些 第二 環境是剛才說 我們要誠意去再思考 第二 經濟剛才已經揭穿了 其實不可能有這麼好的理想 是的 第三 我們更加要強調就是 社會公義的問題 即是說持續發展當中 是說社會的社會的部分 社會影響著 其實在外國 搞大型工程已經在做 一個叫做社會影響評估 是相對環境影響評估來説 同樣重要的 它叫做社會影響評估 社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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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社會影響評估 社會影響評估 社會影響評估 社會影響 社會影響評估 社會影響評估 生活、生存、表达的权利 这次以蔡元村的村民所表达出来的声音 很明显 他们没有听到政府或港铁对他们很尊重的声音 所以他们很愤怒 我也不知道这些愤怒可以如何抵消 可以消化得到 蔡元村可以这么说 我们都看过几次 是很安居乐业的 是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 一旦他们要离开那里 其实就变成了不稳定的力量 他可能会有人口老化之后 他不知怎样生存 他住得不适应的时候 可能有身体的毛病 其实都加重了医疗系统 加重了社会福利系统的负担 这些都不是一个好的例子 是讲可持続发展 所以我们看 要前瞻看真正的持続发展潜力 应该从人的质素提升 那方面着想 我想这都是世界所有大国 先进国家 发展国家 所说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提升人的创意 如果再演化成经济 叫做生产力 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用生产力的 但如果这样说 如何令到每个人 更加有社会贡献的能力 我作为一个老师 或者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觉得很值得 这件事情 让全港的教育界可以上一课 就是香港应该怎么走 我们有什么出路 比如说对于未来发展 这些工程 我们会不会多些人一起谈 可不可以放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讨论 如果这个工程是预设五年之后会做的 可不可以第一年有消息的时候 我们就全国去讨论一下 给无论是学界 社福界 以及受影响的民众 去了解这件事的真相 提出一些互动的建议方案 就好过纯粹两个月的咨询 就粗粗了事 就好像做了一件事 就交差算数 就有诚意得到 我作为老师 我自己知道很迟 我也想及早发动同学 或者老师去探村 去做实地考察 或者去议会里面聆听他们的议事 但似乎来得很迟 我希望 这是一个新的突破点 就是提升民众参与社会事务 关心香港 改善香港 一个重要的起点 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因为可持续发展 这个字眼 其实很多人都用的 很多大财团都用的 其实在现在他所用的字眼 其实我估计 香港的经济 是可以因此而 可以持续下去 否则经济的低微 问题是需要这些 所谓大型的基建 以及将交通的网络加速它 这就是他们 我心目中就是 香港的持续发展 一定要跟中国内地 在经济上要联合多些 这个我相信是他们的理解 在我们现在另外一个观点 如何看 就是以香港一个小的地方来说 其实我们有什么另外可以看 就是其实我们认为 哪些才叫做可持续发展 或者我们首先 就是看一看 什么叫可持续发展 政府永远都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实在讲的是什么可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学术上 去讲可持续发展的时候 其实是在讲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我们用环平分析的理路去看 一只蝴蝶存在 如果它可以继续存在 它是需要整个生态环境的支援 它要有花 而这些花又需要有微生物 它才可以吸收到养分 我们要太阳要水 要一个适合它的天气 诸如此类 所以你将这个环平的理路 放在香港整个将来来看 就是如果你要有所谓的经济发展 第一样你要有人 如果你要有人 它一定要有这样的教育背景 它要有这样的体质 你要有这些人 你就要有这些社会的背景 所以说呢 教育 经济发展 食物的来源 或者是保证 或者是整个生存的空间 都要是令到那些不同的部件 都是有互相关联和支援 有一个正面的关系才可以出现 例如我们只是经济发展 你会发现 我们的人很多都会精神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有香交 令到我们的心理生理都可以平衡一些 如果你只是发展经济 做地产 将整个新界的地贸和环境改变了 我们香港就不可能持续发展 好了 但我们现在说的可持续发展 就是说 任何的东西都要让路给经济发展 或者地产发展 或者金融体系 在政府的这些可持续发展里路 就是你的世界只会有一种蝴蝶 不是很多种蝴蝶 你这种蝴蝶怎样可以生存呢 是很诚意问的 我刚刚是和一位德国籍的朋友吃饭 他就和我说 原来最近德国有些所谓环保的措施 他其中说了一件事 就是我们知道 香港已经开始有人认识所谓的 省电胆 在德国其实政府已经劝语人们 尽量用那些省电胆 不要用那些普通的灯泡 因为那个耗电量和那些效率不是那么好的 原来最近德国就有一个新的法例 将会推行任何那些灯泡 在100火以上都会成为非法 预计如果任何公司 企图将这些灯泡 运入或者做生意 运入去 可能罚本有五万元 他出到这样一招 你想想看 德国的环保意识 在欧洲来说 我觉得是数一数二 我有机会去那边 我都经历过一般人 是对环保方面做得非常之好 在一个这么高教育 质素的民众里面 他初出都不成功 结果就要立例 即是说100火的灯泡 就不准存在 他又跟着说 他说 原来德国有一个灯泡厂 是Oslem 那牌子我也听过 那是差不多德国最大的灯泡厂 他们都预计 在这个法例出现之前 一定的烧路一定会跌得很厉害 可能只能够去外销 但原来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反应 德国人 即是预期就快没有灯泡 买了 拼命买多些 那这个厂 就想着减惨 结果要真惨 有时候很多东西出现 我们就是 当时也预计不到 他想着就快没有了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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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有机会 用这些省电胆 其实在某程度上 省电胆的色温有点不同 比较苍白 一般的灯泡 比较暖 黄的色素 接着他还说另一件事 就是为了刺激经济 现在德国已经进行这件事 所有的汽车 多过某个年数 七年九年 就一定要废掉他 他说我都呆了 即是 他某程度上 他说 环保一点 旧车不要在那麽多 当然他就想刺激 汽车制度的经济 他出了这一招 好像七年九年的车 就要废除 那他怎样呢 就给你 政府补偿给你 不知多少千 二千元 那你将你的旧车就废掉了 那很明显 德国人的车是做得很耐 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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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去卖出去 可能卖去其他国家 那你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 有时候经济的推动 很明显 要废掉那些旧车 但他亦都用藉口 就是环保一点 其实香港在某程度上 香港是没有很多旧车 没有很多汾死的车 因为香港人始终养车那麽贵 你养得起 你就不会养个旧车 维修费很贵 香港收车也很贵 所以整个背后 你可以看到 持续发展 经济 环境保育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是几复杂的 那我们看到一件事 经常说 就是我们所谓的地球一体化 其中也是这样说 就是我们要 这个地球全部要持续发展 所以要将那些工序 哪些国家做得好 就给他做 其他做得不好 就不要做其他东西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对地球一体化 背后的理念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破绽 因为这个破绽 你看一下地球的生态 生态地域 通常是一个很局部 是一个很高的 就是它那里 深刻 它的生态网是可以持续的 就可以了 不用说要全球成一个大生态网 在自然界没有出现过 为什么我们想着 人类要这样才可以持续下去 那么你可以看到 其实背后 是一个一个藉口 来的 让很多大财团 继续在全世界里 都剝削我们的人 那就是我们觉得 看香港出路 经常都这么说 我们要了解问题的真相 要问题的到底 的重心在哪里 好了 那我们有什么要做呢 我们知道 现在要推动这个建设 所以那个环境评估的报告 就环保署一定要接受 那现在很多人就已经推动 就要反对 就是要呼吁环保署 就不应该接受 就是作为一个环保专业的机构 是它的评估是很不专业的 OK 好了 跟着就要给香港的立法会 就要通过通过 通过budget 那我亦都香港希望 一般市民都不太认识这件事 那香港的可能 立法会的议员 可能也是对方面的认识 亦都比较缺乏的 那如果我们成为香港人 要推动民主民主 要成为一个民主 实行民主 其实一般市民 其实是要有参与性的 不是这样选举性 选一个人出去帮你做事 你什么都不用想的 那其实呢 我们 我们其实要为香港人 作真正的民主的准备 好了 在这件事里面 我有什么可以做 或者Belan 我们暂时来说 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如果我们香港人想参与 有什么可以做 那如果其实大家听了这么久 都觉得这条铁路是很有问题 那大家都想参与 一起去反对这条铁路的话 其实现在有几个步骤可以做 第一就是那个环平 其实已经公开了 那就是7月15日开始这个咨询期的 那到8月19日 就是下个星期就会结束了 这个咨询期 那在咨询期完结之前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 上回政府的网页那里 下载反对书去下载了下载了下来 然後填寄回政府部門 填寄後 登記後就會聯絡你 就會邀請你去簡教會 諮詢會 告訴你為什麼他們對這個環評有什麼意見 又想聽你怎麼說 你為什麼會反對 他們也會想聽 如果大家都可以參與 就令政府知道原來很多人正在反對這件事 原來聲音也有差不多 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就是希望環保署可以否決這份環評 因為現在這份環評其實是由港鐵出錢請顧問公司做的 港鐵出錢請顧問公司做的話 又怎會做一份你不可以起高鐵的報告出來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份環評報告就是港鐵出錢請顧問公司做的 首先它是不中立 亦不客觀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否決這份環評 其實環保署是有案例可以否決環評的 當時洛馬州支線 本來那條隧道 就是洛馬州的鐵路是要建高價路的 因為太多環保團體去參與有問題 環保署是否決了高價路這個方案的 所以港鐵就要再做一個方案怎樣去起 最後就是現在是在隧道形式 現在變成隧道 對 現在變成隧道 所以其實環保署有權可以否決這份環評報告 如果市民多些參與的話 其實就可以令到這份現在廣心廣高的這份環評都可以被否決 除了在8月19日這個正式的諮詢期完結之前 但反對書 大家還可以參與這個甲纏登廣告的事件 因為我們想這件事 在月底之前就會在兩份報章上登出 一大版面在港版上登出 有這麼多人 團體和個人 都是反對這個環評的 在月底會登出 希望大家可以每人夾20元 你參與這個甲纏登廣告的詳情 都可以在這個網站 關於這個廣心廣高鐵真相的網站 可以看到有些指引 網址是 www.expressrailtruth.expressrailtruth.com 大家可以參與每人給20元登廣告 你當然可以給多過20元 因為我們登廣告 登兩份報章大概要45000元 兩份加上45000元 對 兩份加上45000元 第三個方法 大家可以來參與 就是我們會在9月中 有個大型的綜藝活動 就是關於反對這個廣心廣告 速鐵路的興建 大家到時留意這個網站 就可以知道詳情 這三個方法 都可以大家積極參與 另外就是 你告訴你身邊20個人 再叫這20個人 告訴你身邊20個人 我們就用這個傳銷的方式 去將這件事這樣傳銷開 都可以 好 其實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就是香港人 雖然一方面都很希望有民主 有普選 但是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不了解到 其實很多事情 就不是說真的要等到普選出現了 才可以做的 其實很多事情 就算有普選 如果我們不是用參與性的民主去做事 其實我覺得 好像很多其他國家 已經有民主普選 其實都未必做得到 要做的事情 不是說真的這麼困難 很多人都會想著 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有限 所以很多人 既然自己一個人都做 沒什麼做得到 不如給一些有能力的人去做 大家可能都聽過 其實這個世界上 很多事情 只能夠改變 都是其實是一個很少數的人 在適當的時間 做了一些所謂關鍵性的事情 因為現在我們有一個互聯網 有很多資訊的高科技出現 在外國各地 已經有很多實例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只需要 做少少動作的參與 以二十元來說 對香港人來說 連一個早餐都 可以買到早餐吃一下 吃少一餐 可能對身體都會更加休息 更加好的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 是我們自己可以做出來的 就不是以我們想像中那麼困難 首先把我們今次所講的資料 可以傳遞出去 在外國做過一個很簡單的調查 一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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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傳八 其實都六次 大概有一百萬人 我當你聽到這個節目 一個小時之後 你就再發十五分鐘的時間 將它放給十個你認識的人 知道 其實三個幾四個小時 就是一百萬人接觸 所以香港沒有一個傳媒 有這樣的力量 即是所謂現在的人類的所謂的進展 和我們生活的質素的提升 其實我始終覺得科技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適當的應用我們科技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所以今時今日我們都不應該再聽別人說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其實很多事我們都可以做的 將來的香港發生如何 這個地球變成什麼 其實都是很關乎我們自己 每一個香港人在我們有能力的範圍之外 是有沒有做過一些事情 好了 我們的時間其實都差不多了 首先再多謝我們幾位嘉賓 袁易天先生 校長一業和Bella Yip 我們下星期再在網上討論 好 拜拜 拜拜